OK, 新牆 舅仔 舅仔 不是, OK的, OK的 這個就是蕭公子的真心 大養的真心 小女子的真心 聽聲比見人好 我的寶貝仔 聽聲比見人好 絕對 我的寶貝仔的真心 還有這個 我的女兒的真心 很溫馨 今天想去介紹你認識 大家 杜惟庭嗨, 她打開照顧 我們這個 為何離開花生台 又不用說為何 因為一人一支咪咪 這個世界是自由的 這個累是很重要的理由 還有這裡你可以見到真心 這裡可以見到真心 還有你的罪責是什麼 可以見到你的子女 對, 我可以抱抱你的子女 還有最重要的是我穿拖鞋 你知道嗎 兼甲就像剛才 我們錄了 花生你也可以穿拖鞋 沒有人阻礙你的 沒有, 要走過去 對, 這裡是自己的家 但是我呢 之前我們剛剛錄了另外一集節目 第二個節目來的 對不起 他也要開咪咪 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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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 對不起, 我在解釋了幾個 禮拜五晚的11點 最嚴管的那個節目 剛才我們錄了一部分 錄完一部分 然後我做一天吃給大家吃 然後呢 一吃給我豬 一吃給我眼罰 一吃給我眼罰 就飆入房間睡 你想想這個組合 在哪裏找才行 所以就是 自己的地方 自己的地方有好處 還有就是 老實說 我自己個人來說 就是我不想花太多時間 去跟一些已經有預設立場的人 去討論 或者這麼吵架的就是辯論 因為我第一 我不是辯論教官 我小時候有辯論過 但是 You know what really 就是我今時今日 我真的沒有興趣 因為你已經有預設立場 就是我們說檢控官的邏輯 你已經預定了那個人是有罪的 你去搜集證據去挫他 那我跟你說什麼 你沒得說的 我還想自我檢討意 因為不是我教的 所以你不想玩 哈哈哈哈哈哈 你教我傻玩 你派我出來 正是一個女王 沒有說錯一件事的 因為網台的好處 我經常都強調 我樣子都明白 我每次的立場都是這樣 有一支麥克風 你自由說話 你還要再協商的話 會痛苦一點的話 是 人生實在太苦短了 我們既然是想說的 那就是找一個 大家都很舒服的方法說 那今次 你抱著兒子說 多好 多開心得過 抱著兒子說話 那次官有個想法 就說 不如我們幾個人 一談就行了 還有我覺得這個組合 當然不是我 不關我事 但是這個台 Forum 現在那六個人 即是神傳牌 神傳牌的照片上面 那六個人 也是說 剪輯了網 是的 那些妝全部 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這個組合 老實說 說什麼都可以 現在 所以 決戰是第二個節目 出門來講 第一個 是上個星期日的 預視網民 厲害 已經是13,000了 是嗎 那個點擊率 在網上說 昨天我有些網友說 超過了一萬 今天已經是13,000了 還有次官 那如是我民 如果不知道 我當是現在 假如在看香港網台APP的人 不知道我們發生什麼事 我很快就講一講 這個crossover 沒試過 決戰家如是我民 是 看提大家應該 下次 有兩年多了 決戰這個節目 從花生台到現在 我們慢慢累積回來 但是發覺最近的like 是飆了 原因是因為不停說 我們要走了 你們要like我們的page 如果不是 就會看不到 就會聽不到 其實情況是這樣 就是 決戰會 share forum live 我現在還沒做 然後 香港網台APP 遲些會有 什麼時候我不知道 因為不是我運動的 進行中 是的 我們也會製造MP3 也會在YouTube 你們儘管 逐步推出 逐步推出 但是我當現在 只是一向聽到決戰 就不知道forum 還有什麼節目 我簡單推介一下 好嗎 你知道黑色的 是一定要做的 就是如是網民 逢星期日 11點鐘 就有次官劉天賜 譚博 譚志強 還有小女子我 那就是講一些 宗教鮮為人知的層面 是的 鮮為人知 或者是負爭異性 或者是值得探討的 我們未必說 聽到名字 如是我聞 如果有這方面的了解 就會覺得 一定是講佛經 即是你又在講佛經 不是 會有這樣的機會 但是 不完全是 反而好像上一集 我們是講 舊約聖經 和不同的宗教 他們怎樣看聖這件事 是的 譬如舊約裏面 羅德和他兩個女兒 亂人生仔 以前希臘羅馬神話故事 日本也是這樣 埃及也是這樣 埃及也是這樣 即是講這些爭議性 但是跟宗教有關 另外 星期三就是我們決戰中環 星期五就是聚言堂 都是11年的 廣開延老的聚言堂 廣開延老的聚言堂 每一集會有不同的人腳 即是我們會兜來兜去 請不同的嘉賓 當然是有料的 即是廣開延老 沒錯 那個延你兩個看法都可以 即是兩個字 延得的延 延能的延 或者延語的延 聚集不同的延能之事的語言 是的 語言藝術那些不包括 是的 那些不關我們事 我們講真話的 接著 禮拜六晚11點 就是這個叫做禁室 禁室不禁話 由次官、劉天志 探長和我 就講禁忌話題 是的 就是一些大家覺得很大膽的話題 前衛的話題 集集都不同的 那麼禮拜日 又是回到如是我問 就是這樣 暫時 是的 我現在快點把我們這個 Live Live了沒有 Live了 大家在聽你這句Live 我看到的 為甚麼 我看到了 在這裡 看到自己很開心的 有17個留言了 OK 好 等著聽你說話 不要這樣 我說完剛剛那些廢話 我繼續廢話 就是 交代我的手 是的 我交代我的手 發生甚麼事 不是打膠打出來的 各位不用擔心一下 我沒有那麼好抽 但是 交代我的手 為甚麼會弄成這樣 以及怎樣處理 因為我那天 是上個星期六 弄傷 為甚麼弄傷 其實阿姐我過去弄傷 對上一次 是五年前 中間我計過 幾萬人吃過我弄的東西 都沒有受傷 那星期六為甚麼會弄傷 是因為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 是真的 又是土地問題 當然是土地問題 當然要呼應我們的特首 就是我的廚房其實不算小 我有一個countertop 就是一個桌面的位置 但是上個星期六 因為是一台十二位 噢 爆 capacity 十二位 那我的食物全部放出來 一碟碟 然後呢 砌完之後 有一件事物在焗爐裡拿出來 我的焗爐是三百度 它沒有蒸氣 但是我們這些土法 就自己加水 那些東西就濕潤一些 沒那麼乾 那些 好 那由於土地供應不足 由於整台面都是食物 我開一條縫 就把手放進去 那這個時候 發覺就是 蒸氣 Escape Steam Escape 就是那個蒸氣那一刻 我一沖出來 吃到正 就這樣就熟了 然後熟了 但是那十二個上等人呢 就是走都不會自己針的 都是你針的 你敷著冰袋 它知道你弄傷我 都是你針的 然後就 他們玩到兩點鐘才走 那我就想去看醫生 我看那裏 那裏是關兩點的 By the way 都趕不及了 到第二天 就開台了 如是可聞 整個forum開台 加上節目 做完之後 我去看醫生 接著醫生說 你幾點鐘醒了 我說十點 那剛剛而已 我說不是 昨晚十點 然後開始一亂嘴罵 他說你為何這次才來 醫生多關心你 他說你這個 異道燒傷 不知道什麼什麼 異級燒傷 然後我就說 開台 不是開台 是開台 然後他就 啞了 啞了 然後就是這樣 醫生就教我 他說 不要砸穿 水埗 因為中雪昏雲 那些人就說 喂你 立刻沖水 沖三十分鐘 大哥 其實我也真的想的 你怎麼知道 我很疼我對手 不過 外面有十二條上等人 都是那句 如果 他是可以 不用自己駕駛吃東西 他是不會自己駕駛吃東西 那麼上等 好上等的 真的 噢 對 剛剛碰到自己的樸 所以 就這樣 沒有三十分鐘 沖水 敷著冰袋去倒酒 以及繼續煮東西 這個就是 你知道 一個女人賺錢很難 是不是 呼應某人所說 OK 說完 我 有本事的女子 沒問題 頂點立地 我是proud of 自己的 叫做 我剛剛說 你的手 很棒 又消傷 醫生 關心你 關心的醫生好 真的 這個好醫生 這麼關心你 其實醫生很多都很好 這個熱門話題 現在梁家樓 今天又拉布成功了 又阻言了 醫生註冊條例修訂通過 這一下就很爭議性 為什麼呢 政府那邊 林鄭發火 一早就談好了 一早就談好了 一早就談過 為什麼忽然之間 又會反胎呢 所以 變成這一下 阿仰聽到不少新聞 我又聽到不少新聞 我看網上 醫生朋友的留言 都洗版 已經很神奇了 再加上中央 死亡之民 讚好泛民 是建制的一部分 然後民主黨 你講了幾年了 大哥 一向都知道 一向都知道 不過大家 你知道某些人 有些包袱 他不想承認這件事 然後 然後 不只是入西環開會 那些是整體泛民 是 敦古之前 入西環開會 那些是大頭 即是大頭 擦天 為民請命 諸如此類 其實這件事 撇開民粹問題 有些人就怪責 現在九月來的立法會選舉 有拉票工程 諸如此類 那就是很老實量體的 因為的如車 醫生那邊 不是沒有提出過一些方案 為什麼說臨尾反枱呢 的如車有些 魔鬼在細節中的事情 等等 不好意思 我們推咪的同事Morton 麻煩你 可不可以調大聲一點 這個咪 是我和蕭公子 不好意思 我和蕭公子 我和蕭公子 昨天晚上三點才睡覺 我沒有睡覺 所以為何說臨尾才反枱呢 的確 你看回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到最後所謂斷攬在哪裏 其實有不同的泛民 不是去西環開會那些 都有提出過修訂案 梁家樓更加提出了萬言輸的修訂案 你說他有意或無意或 結果跟著就是曾主席 說不准任何提案 很奇怪 以前剪報 都是有報才會剪的 即是未見到快報就先剪了 不讓你們說話 很神奇 事先張揚的剪報事件 他免得看你 內容都不管 剪就剪 所以梁家樓臨大為光火 因為所謂同意 原則性同意的諸如此類 還有一些魔鬼細節在哪裏 就是說臨到最後 所謂獨立人士 都是要由一男子因素去委任 這個就是斷攬 為什麼呢 這個真的掀起非常大的波動 原因就是 大家怕是怕什麼呢 不是怕公眾不監督醫生 梁家樓也說得很坦白 醫生也不介意給公眾監督 問題是你加上性良的一男子因素 委任監督 你是不是等於公眾監督 你想想港大那一段就知道 大家看完港大就知道什麼事了 學術自主 現在突然間你學術自主 搞完之後 他搞醫療專業的自主 你那個教育專業 和法律界沒有停過這樣搞 法律界沒有停過 所以上一次你看到 醫生出來不信任動議 拘捕了前會長落馬之後 其實很多個專業界別都有類似的反彈 所以變成大家在看著哪個手快 到底是委任人下來的手快 還是裏面有重組、重選手快 變成每一個專業團體都很擔心 你的專業自主的問題 再加上另一件事 就是說你那個輸入人才計劃 中港融通 你賭米也不要賭得那麼明顯 你會割盲腸炎建了腎 這個固執言 因為政府 你如果看動議林鄭那邊 基本上他沒有說過要增大輸入 但是第二邊那些人 就拼命出來說合格率 留港時間 再加上不如多留幾年 方便他們家人一起移民香港 你越聽越不對勁 你賭米也不要賭得那麼嚴重 那邊哄大家接受這件事 那邊原來目的就是為了輸入 某個國家的醫生 但我覺得這群人反而幫了香港人 這群人其實是暗淨黃絲 現在有人說梁先生是香港建國之父 民主之父 最有能力激起反抗 當然 人家說港獨沒有人管 突然間在施政報告 拿一些港大學 十分鐘 不停的 學語都說你們說港獨 慌死你不理他 洛陽指櫃 立刻嫁孕 沒錯 所以這次這件事 都看得到 就算是醫療專業那群人 你怪他反抗也好 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 的而且他臨到最後那一下子 畫龍點睛那一下子 在那裏你忽然間 被人看得出鼓劃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怎麼可能不反抗 所以梁家柳也很尷尬 他除了拉布了 他沒有事可以做 為什麼 因為整個醞釀過程 都不是在說這件事 你臨美加下去 這就是哄港豬 我現在解決醫療人手不足的問題 為什麼那群泛民又要拉布呢 然後那群蠢人 梁醫生你不當是泛民 他是一個 台灣人說怪卡 真是奇怪的人 是怪醫 怪醫來的 但是 你的名目好像很對 明張目膽 你發覺六八九專門做這些事 仰謀 又說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 就要搞交易公園 然後這次 舒緩醫療人手不足 就要輸入內地醫生 上次又說 你那個專業的教育水平不足 要改你的校委會 每次都是 所以大家一見慣的手勢 就臨美加料 然後就反台 他反台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有什麼辦法怪那群人 臨美反台 所以變成這些 所謂說 封煙不絕 有些人是以鬥爭為綱 如果不鬥爭 他會悶的 與天鬥與地 奇樂無共 以鬥爭為綱領的人 去主政的話 結果社會上有很多鬥爭 所以你看看醫委會 裏面的人 甚至是醫生專業團體 其實他們不是沒有 一個所謂受公眾監察 提出過 他們都說 你現在全部排隊 都在處理不了 等於立法會 你議案過不了 一定跟抓捕事不一定 你的確提案那些人 離世大譜 以及你是不夠時間審議 同樣道理 其實醫委會處理的 醫療審 即是所謂上訴 投訴個案的話 最簡單的處理方式 你是不是加人 就算按照現在的模式 加人都可以 你說不夠公眾監察 你說不夠病人權益 組織代表 你就可以加人 問題是為什麼 又不是真的 加到你可以處理問題 那麼多人 只是若干地加到 你的大多數不同了人 你看清楚這件事 如果你說 條路不夠闊 不是一條路 線改兩條線 兩條線改四條線 你又不加一條線 又說塞車 他只割開了 還割開了路口 不知道是什麼事 還有他說 加人那些非專業的人 其中一樣 舉例 就是一個 銷委會提名 然後由特首委任 委任 這個才得人害怕 所以臨尾那一刻 這些小動作 令大家聞到 再加上 另一邊 放風吹風 說因為合格率 流港時間不夠長 家人不能移民 來陪他 大哥 你還要多說兩句 先說超之心 不要說路人街 你明張目膽揚謀 所以現在忽然之間 一面倒去反對 但還不是全面 一面倒 我說一面倒 還有一些建制派 建制派 包括這次泛民 呼籲梁家樓 不要拉布 那些 但這一班 就說明 是為了向選民交代 即是選舉工程 那你說誰是為了選舉 而做這些事 梁家樓說了 不連任 他打錯我 說明不連任 回家臭小子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他現在就馬上做一些 叫做做好事 當初你記得為何會選他出來呢 就是醫生工會 爭取一些醫生的標準工事 和那個補稅 爭取合理的醫生的工作條件 其實他當初都出來 坐街遊行 帶醫生示威 我不敢說罷工 按照工作肯定入 所以其實他都幾激 這個時候 某些民主鬥士就會說 這些是拘捕 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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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用的 但除了對689 對現在香港的政府不信任之外 其實就是對中共治下的 醫療體制的那班醫生 不信任 而且不單不信任 是你害怕的 想起也害怕 郭蠻腸 對你跟我說 郭蠻腸 就不見到腎 對 生兒子又不見到腎 生兒子 進去醫院 又不見到腎 你生了兒子 之後沒有了子宮 一個兒子連了子宮 一個兒子連了子宮 就是出來 還有呢 開開一下刀 突然間說 講假 講假 對 麻醉藥就停了 他又不會麻醉你全身 讓你有意識跟他講假 不是你啊 大哥 跟你家人講 都有 兩個都有 然後你又很痛苦 因為你想想你自己麻醉了 昏迷了 如果你老婆想你死很久 那就送你一程 真正肉隨針板上 這些名副其實 刀在他手上 你又躺在床上 但他有一個大針板 另外你上面那些 那些醫療醜聞 還有那些 醫療暴力那些 無日無之 而且越來越厲害 醫護關係 醫生和病人的關係 真是劍拔老張 而經常都找公安晉治 很大小的矛盾 熱話還熱話 to be fair 因為你知道我對中國 都很熟悉 不是奶中華家 那隻 所以就是說 其實他自己的供應都不足 中國自己都是不夠醫生的 他自己都面對一個很大的醫療融資 那個社會保障的矛盾 他城市化過程裡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為何要搞這麼多城市化呢 就是要集中醫護資源 去照顧人民 從好處上 你這條騷子是沒有計錯的 你沒有可能有這麼多農村 赤腳醫生通山走 所以他搞了城市化 把人口集中 規劃 上回正軌 你可以有一個基本醫療服務給他 我廣州的朋友也是 他們現在很開心 起碼先用醫療卡 雖然不可以全國到處去 起碼就近地方看醫生 就不用見錢才收人 所以某些地方 重點城市是佔見成效的 起碼沒有 他有檢討過以前的不足 問題就是 現在還看到這麼多矛盾 是怎麼來的呢 累積下來的 因為你檢討了 用廢話所說 你優化了 他始終跟香港還有一段距離 差距很大 現在你說的是人命 而香港政府 他草間人命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過去幾年 醫療事故是屢見不鮮 加上 你想想那2.5億斬了 是負責大白像工程 他做得出的 他寧願減醫護開支 減醫生和護士人手培訓 不給錢開新醫院 他都要起大白像出來 所以大家心裡明白一回事 如果政府口中 真的這麼緊張 你那幫有些生命 為甚麼他會這樣做呢 明明是做反手 身體取誠實的一件事 你要記住中國 將醫院都要去別的地方 所以就算對回大陸那幫醫護人 我不當你是華人 來計算 忠性來理解這件事 人家都不夠醫生 你跟別人搶醫生 你好意思 然後第二句就來 等於以前自由行一樣 等於東方水一樣 你感恩啊 我不夠我都給你 這個才是重點 根本沒有必要 當年沙士他都拿了一大堆口罩 醫療用品 然後老董就去感謝 我們被代表去感謝 明明你輸入的沙士 真的要命 所以變成大家心裡 好死不舒服就是這件事 就算不是香港人 國內都不舒服的 他自己都不夠醫生 你跟他搶 他加深了兩地矛盾 對呀 又加深了兩地矛盾 因為你香港的人工 怎樣都高過內地的 醫生如果來香港做的話 我不算你桌底交易 證過BB仔還是女 塞過紅包 然後他會暗示給你聽到 是熱狗還是漢堡包 你知不知 這就是他們的術語 大家意象一下 就會明白什麼意思 漢堡包 不要了 你不要計算桌底交易 如果你只是計算人工 香港的醫生一定是高過內地的 那內地的醫生 又傻傻傻傻 以為那個人工 其實就是多了 而他的桌底交易 都還在的話 那他來了香港 那就會形成你說的 就是說 你內地醫生都不夠 你還要供應來香港 而香港人其實不受落 如果你說不是的 一家便宜兩家著的 醫生他又很開心 可以順勢移民香港 跟著在同時 你香港又不解決 全家移民 還有可以解決到 醫療人手不足的問題 問題是 又是你說的 就是那個細節 是在最恐怖的細節 魔鬼細節 就是你 他後面加了那些細細的條款 永遠你簽合同 那些細節 就是那些細節 所以你可以騙到一些 民粹諸如此類 但很奇怪 泛民一面倒支持 這件事很過癮 他們是完全沒有腦 例如他們沒有做功課 還有其實這件事 民意 公道一點說一句 民意有這麼多年來 都已經說 醫醫相違等等 但那些病人權益組織 很多是受到這些醫療事故 有冤無怒訴 已經是有一個聲音 不斷在說 其實香港的某些醫生 其實也都是 我們自己看網上 或者自己身邊接觸的人 很多都說 進去又不理你 看了兩眼 說了兩句 他就嫌你煩等等 另外香港的醫生 又不足夠 所以很多時候 這個醫委會 醫療改革的 其實都已經是想說 你爭執的透明度 香港是一個失衡的問題 不是絕對地不夠 很有趣地 醫生的總人數 不一定不夠 但你是供應醫生不夠 為什麼供應醫生不夠 為什麼供應醫生不夠呢 故事前政府 根本從來沒有泡水下去 你種瓜得瓜 咳了咳壞 咳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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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 你種一棵菜 你不會有棵樹 而且供應醫生不夠 政府政策錯 你當年曾蔭權 就搞這個所謂醫療產業 結果就變成醫療慘業 妻慘的慘 為什麼呢 他開放些人來生兒子 結果撥地給私家院 然後撥資源給私家院去搞 然後私家院就大賺 最容易賺了生兒子 賺完之後 他就用更高人的吸護 公營醫院的護士和醫生過去 結果公營醫院的醫生 就更慘 你就算想捱下去 我有意志想捱下去 結果都捱不住 是不是 虧過公營醫院 就是慘上加慘 還沒說一件事 公營醫院的負擔這麼大 但是你不要忘記了 有很多很需要公營服務的 新來港人士 是啊 不單是這些 現在還有一些 特事特辦的 都走到公營醫院 那些是連鄉息玉 你有息玉 那你這麼尊貴的議員 要是你回祖國那裏 一定有國家級特工的醫生 幫你割息玉 不用有鍾樹根出來說 那些什麼武警502 那些什麼醫院 那些什麼陳恆斌 又去公營醫院生小孩 明明我老婆不能動的 又是特事特辦 特仔特山 現在調查了出來 失衡是有原因的 現在還要打尖 現在調查了出來 就說他OK 意思是什麼 就說 這麼巧有人訂了手術室 cancel了 所以就退了給他 又真的這麼巧 這裡我只問一個問題 訂那個人 是誰 是不是真的一個病人 我陰謀論這樣說 你隨便做一個假的預訂 到時那個假的預訂 自然就有no show 那你就給了他 那就很容易把整件事 合理化了 這個就純粹陰謀論說 但就算不是陰謀論 好像我跟阿楊的那個 留意到的數據 失衡是有原因的 是制度性 或者系統性失衡 不是個人行為 還有我有一點反對 是個別專貴人士的個人行為 包括有識玉的 有兒子要打尖出來生的 真的我們普通小市民 排隊排到死都不會幫你看 識玉 是不是 他現在說 喝醉要吵 有很多事情可以吵 連家屬都可以進去 大哥 所以說要吵有很多事情可以吵 但是吵這件事 為了這個拉布 吵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整個焦點是錯過了 我回答一個單 我講自己親身經歷 好嗎 By the way 我們現在這隻版本的缺戰中環 是沒有break的 是啊 所以我們連續要講90分鐘 氣減 你知不知道 而且沒有jingle的 所以很extra 很濃縮 很濃縮 那裡氣減 我就是幾年前 BGs 不是最近 BGs 最上一次有人死 就是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那個人死於什麼呢 就是心包炎 最近那個中大學生 換心 我沒有記錯的話 他也是心包炎 急性心包炎 阿姐我當年很大壓力的時候 我都心包炎過 第一次就是 直接看私家醫生 吃藥沒事 我發現得早 第二次呢 就打算 也有第一次經驗 就走去看政府醫院 我說我頂你 排到june4要兩年 死什麼了 死了很久 因為心包炎 如果聽眾不知道是什麼 就是你的心臟外面 是有一個膜的 這個膜就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它用來保護心臟 哇 OK 就是在你的心臟 如果萬一 受到這個病毒感染 細菌攻擊什麼都好的時候 那個心包炎就幫你頂 但是它頂也有個限度 大佬 它都會頂不順 它頂不順 因為它自己發炎 那我就會積水 它就一直逼心臟 逼心臟沒有位 這個就是心包炎的簡單版 他叫我等兩年 上次那個Gibbs就是Robin Gibbs Robin Gibbs Robin Gibbs OK 觀眾很關心 Rest in peace I'm so sorry for you 我見到一些人有留言 我們也招呼一下他 好嗎 Bruce Mn就說 其實加拿大現在的EX 他沒有寫過字 都是等很久 那加拿大跟香港有什麼 共同之處 你說 強國輸入 多了很多人 多了很多人 沒錯 公營醫療的壓力 是來自於這件事 惡性循環 所以變成就是 你對醫護 抗多不滿也好 現在在排隊 那九百投訴案件 諸如此類 其實你要疏導它 最簡單的一件事 你多些資源 多些位置 你那個仲裁委員會 不要那麼少人 只能開幾個Panel 你不一定說 就是要確保他裡面 就是那些專業醫生 說不到事才能解決問題 沒有意思的 這件事 那你不如拉醫生上街 遊行 公審他 好嗎 大陸現在的醫療暴力就是這樣 直接要醫生跪在靈堂 拿醫生出來批鬥 真的一樣的 所以變成就是 這是優良傳統 批鬥文化 批鬥文化 所以變成就是 香港的專業人士 醫生不是說 不想文明地回應你 問題是 你連預先張揚 都免得給你 展報的 你有什麼可以說 其實立法會裡面 都有一些 沒有那麼誇張 沒有那麼民粹的範圍 都提出了很多修訂案 有些他本身都是 醫療出身的 他知道什麼事 都有修訂案的 照樣不給你過 就是這件事 根本就已經看到 不是說在於 你不想擴充 人手去應付 你這條投訴 擺明就是 你根本沒有改過任何事 除了一樣 就是確保被委任的人 就可以凌駕你那些專業人士 這麼簡單 根本就沒有第二句 即是你講那個say 那個last word 就會在這個一男子手上 沒錯 這個我們最怕的 為什麼 你之前講多久 幾多蝙蝠呢 幾多萬言書都沒有用 最後的否決權 還有兼急委任權 簡單一點 就是在一男子手上 一男子這個influence 由他上台至今 他不斷的 要make sure你看到 他的存在 即是不論是這個商台李慧寧事件也好 還是香港電視發牌也好 港大 港大 就是 然後我又想起勞聰謀 再加上這次醫生註冊 有個聽眾就問 Philic Chu 就問 怎麼看輸入外國醫生 其實這個東西很有趣 外國還是大陸呢 世界很大的 不是只有一個輪郭 所以根本看回統計出來的數目 才算 香港不是沒有輸入外國醫生的 問題是 所謂公平的概念 就是說 大家考同樣的事 同樣的智力 同樣的規格 你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統計數字出來 就是英美的醫生 合格率偏高 唯一一個合格率偏低的 就是某個強國 鄰近地區 鄰近地區的強國 最缺醫生的地方 鄰近地區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的訓練 是以中文為主的 如果你要他們融入香港 過去幾年 不是沒有給中國鄰近強國的醫生來香港 但是他們往往在一個位置就肥了 就是英文的那個test 不止的 不止的 這也是大眾的印象誤導了很多東西 他們不只是說英文那個所謂的事 有問題 而是因為香港的醫療系統 本身是英文為主的 你整個標準都是英國那套剩下的 我們跟世界標準接軌的 世界不是只有中文的 所以你跟病人溝通識中文是一回事的 問題是你的醫學專業資歷架構裏面 所有認證的標準都是用英文為主的 所以為什麼你說英美的國家醫生的合格率高呢 不是因為只是英文好 而是因為整套東西跟他們說 是同一套東西 是同文同種 就是match 又搞講 我們的同文同種不是中文 sorry sorry 過去156年都不是 至少醫療專業這件事肯定不是 由孫中山開始西醫書院都不是 西醫書院講得明白 講得明白的西醫書院 而且你要明白就是 我想幾件事 我們不是在制度上說 我們只是說兩地差異的角度 就是內地是死兩件當一傷的 你明白嗎 死兩件當一打 對不起 人命是不值錢的 第一 第二就是這個practice 不是只是政府對人民 就是說你就是大饑荒 你就是長春圍城 你就是什麼 鬥死你都 不是在這些政治層面 而是日常的層面都是這樣 就是說 剛才我們提及過的 你不要當是開玩笑 真事來的 你想的什麼you cool 你找到的 醫生開刀的時候跟你講假 或者你半身麻醉 或者你全身麻醉 跟你親人講假 跟著他可能開一個天假出來 是你親人是afford不到的 那你肯不肯 take a risk 那第三件事就是 喂 他們這麼多年來都是一孩政策 他們一孩政策 是令到他們 真是中飽私囊的 因為剛才所說的 熱狗還是漢堡包呢 那這一種賄賂文化 和這一種草奸人命的文化 如果是一種值得表揚的文化 但他們真是靠這件事發達的 他們來到香港 你不要說沒有一個會是這樣 只要有一個會是這樣 他的滲透也是不可以避免的 再說兩頭 我不用有系統有組織 有意識地滲透這件事 反過來 價值看是崩壞的 你的環節一鬆了 很多東西都順勢就去 即是你的飛機多漂亮 你一粒螺絲鬆就能招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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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算不當是有心還是無心 上一次幾個月前 我不知道畫面的印象 大家有沒有這件事記得 就是在他落馬州過橋那一陣子 有位中年男士心臟病發 習慣了在那裡 他就差幾步過不了香港邊界一 於是大家就看 到底是中國的醫護人員救他 有單個月 隔了一段時間之後 中國的醫護人員就死死地氣 被迫要救他 然後來到的時候 死了 就證實他死掉了 是這麼多的 即是說難聽一點 你多死兩呎你什麼事都沒有 你跌下來香港那邊 除了這些之外 這個在紫微斗數有個說法 你知道嗎 真的很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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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一個笑 我沒辦法太搞笑 有些很肉酸 這個紫微裏面有些說法 就是馬甲果絲 這是戰死沙場 嚇死異鄉 魚氏等等 總之就是 差兩呎都是外地來的 你要記住 深圳河而北 就不是這裏 是第二個系統 不要想到很近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 還要印象這件事的話 你不說就不記得 你說就不記得 其實真的 大哥看著大家 怎麼大家金魚的記憶能力 這個不怪大家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 關心香港人的醫療福利的話 你是從這些 局度去看 從這些水平去看 你平情而論 看看現在那班醫生 所謂的反抬 他要求的收定是什麼 你看那個合理不合理 你才出聲都未遲 你就沒有必要搞批鬥 沒有必要 完全沒有必要 但是現在很明顯 有人為了選舉而搞政治動員 就用近乎批鬥的形式 要強硬地過 還有我們剛才說 那麽多內地醫生 某些醫療的專業 或者他們的道德等等 你這個人真的很厚度 你可以說醫療專業 那樣我當他們 我當他們來香港的全部都很OK 但是呢 有一件事不能夠 我們不能夠擔心的 就是他的那個 意識形態 尤其是在大陸出生 培訓出來 他們政治掛稅的意識形態 有很多時候 不知不覺流露 最近我們記得 有一個全國很控動的 就是這個問題疫苗事件 是 又被壓下去了 是的 又被壓下去了 有一個媽媽 就是香港有些電視台 秘密訪問到一個媽媽 那個媽媽說 她遇過一些有良心的醫生 她說你的兒子是 入中了問題疫苗 但是因為那個醫生 基於政治因素 她很同情這個媽媽和這個小孩 但是她不敢把這件事公諸出來 也不敢告訴媒體 媒體也不敢報導 結果只有這兩母子 他們整個家庭 都在活著受款 暗瓦底 將來如果真是 大陸的醫療體系 那個意識形態 慢慢 日積月累滲透了下來香港 我們難保香港會慢慢出現這種情況 所以為什麼就是說 我就算不當你是壞人才算 問題就是 的確整個人格形成的過程 跟香港是不一樣的 沙士香港也是因為這樣而害死 病人拿到車子遊街 避開 結果 沒有啊 病人在醫院沒事 結果就來了香港 香港已經是直接受害了 不是第一次 剛剛有一個聽眾 Daniel鄭 就說對不起三位對大陸醫療系統及醫生之認識 都完全是一知半解 誰呢 聽眾 某一位聽眾 Daniel鄭 剛剛的新的 我想你留言說多一點給我們聽 我想知道他知道什麼家科 可能真的會知道一些我們不知道的事 我們都想討論 我們都不想誤導大家 我們的節目 如果你是有預設立場的 比如你是親中愛國的 你是大中華交的 就未必適合你聽的 或者你是特別崇拜某些個人 也都未必適合你聽的 因為我們這個節目 是沒有崇拜主義 也沒有有預設立場的 其實我要提一提就是 蕭公子寫了一本書 在上面的 《世代之戰》 那本書很精彩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它裡面是批了所有人的 黃絲藍絲 黑白兩倒 就是這樣說 客觀評論 因為你注重分析 你就不能夠有一個預設立場 所以我們解釋了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在之前那個台 因為它有很強烈的預設立場 所以就是說 如果我們剛才說的話 是有什麼是不對的 而Daniel 你是知道一些我們不知道的東西 請你告訴我們 我會很有興趣聽Daniel說的話 國內建議院 我也不知道Finance那一間 是嗎 我都不起下我的底 剛才我們說的預設立場 我們說到醫委會改革的爭議 我也想補充一件 就是 無論你支持它這個改革方案也好 不支持也好 大家都不要因為自己有一種很敵對的預設立場 亂攻擊 尤其是攻擊一些支持政府方案的病人組織 張崇德 大家知道哪位 張崇德、劉美娟 他們是很大的受害人 上星期張崇德出來支持 旁邊站建制派 公聯、民建聯等等 之後 我在網上看到又是截圖 然後加了一句很簡單 不同這種情緒化的 也挺惡毒的攻擊 我們應該想一想 為什麼病人組織和張崇德 他們會這樣 我們不厭其範講講 張崇德和劉美娟兩夫婦 2005年生了一個兒子 接生的過程 醫生出了錯 腰節對他全家庭永遠的打擊 他們投訴醫委會是不受理的 因為他起初很奇怪 嬰兒腰節是很平常的事 結果搞了七年 用了超過一百萬 用盡各種法律專業、醫療專業的報告等等 最後逼迫這個醫委會去受理他們的投訴 好了 零訊兩年 頭尾九年時間 終於裁定負責接生的醫生是醫療失德 結果怎樣呢 停牌 二十四個月而已 醫生出來的時候 向著傳媒笑笑口甚至伸離 大家想想 如果你是那個腰節了嬰兒的父母 你想想劉美娟和張崇德 你是甚麼感受 你可不可能和其他病人組織一起 站在同一條線上 怎會不去支持醫改呢 他們未必真的有那麼多政治想法等等 他們是很直接的受害人 所以我們一定不認同他們一件事 但我們一定要有些少許同理心和同情心 所以為何說整件事裏面 就算是醫療專業那幫友仔 他們都是贊成要改的 是啊 搞清楚這件事 大家其實有共識是要改的 但不要情緒化 改不改也不要情緒化 不需要任何所謂的標籤 真正出問題的是有人加了料 是有人利用這件事 想達至另外一個目的 所以你們聽清楚 從頭到尾 大家都是受害人 我們講的是魔鬼細節 即是他的問題不是改革 itself 改革鬼不知道媽媽是女人 現在醫療體制很有問題 你要改革絕對支持你 我懷疑泛民那幫蠢豬 就是因為這件事而支持 因為光環會很大 但是他們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懶得沒有做功課 沒有看到裡面的細節 什麼一年變四年 還是四年變一年 這些細節 一年變三年 一年變三年 還要獲勃 唉大件事 有一個 阿Daniel就複了 那個完全不關你那個 醫委會投訴的技術 我們叫做梵文珠 就利用了他們 來搞這些小動作 然後我們可以說 想赤化你的專業 這些才是由當權的人 那種可恥和可怕 其實阿Daniel就複了 但我覺得複得不是很特別 老實說 我只是一個對大陸醫療系統略有了解 在大陸搞醫療行業已經三十年 然後他說大陸醫生怎麼黑暗法 三位說得太簡單 可能是的 可能是的 我也同意 我們都盡量持平 我先不假設你是壞人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國內的醫生都有很尷尬的地方 那些王子成龍 做醫生做律師先生 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就是服務人民等等 問題是他們底薪得幾千 全國劃一 因為他們都是公務員系統 他們走不掉 所以因為中國太大 福原太大差距太大 農村城市也差距太大 問題是他們全部都是國家公務員 那你可以怎樣 所以其實 又是有些制度造成的 人之所以會壞 未必一定是天生的 一個壞的制度 可以令好人都被迫做壞 正如剛才呂王也說 那個案子 明明疫苗有問題 為什麼做醫生的醫者 父母心 他都不肯跟你說 他只是暗瓦底和受害人說 是 就這麼簡單 因為他沒有辦法去吹雞 那就是說 你只可以站一邊 站黑那邊還是站白那邊 你只可以站黑那邊 才能生存到 高業潔醫生 偉大 為什麼要搞成這樣 要走老 抗外資 他不單止在中國抗外資 他為抗外資的奮鬥是人類事業 結果就不容中國 所以你這個制度是令到很多事情扭曲了 包括了醫德在內 所以我未必 至少你說天真有怎樣 至少我不會先假設所有人都是壞人 為什麼會形成一個只要壞人才能生存的地方呢 有原因的嘛 這個制度是這樣的時候 所以為什麼我認為那些人形成過程 你由至少教育 議員目染的環境 你出一個什麼人的性格 後天的影響可以很大 所以在某些關鍵位 你自己把持不住的時候 滲在另一邊就出事 你想不想這件事在香港發生 你不想的嘛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個標準 要把關 確保這個專業可以自主 否則你的市民 根本是得不償失的 你以為可以解決了 所謂那個 醫衣相衛 你那個 失醫而失德的問題 你以為解決了一些 你想完善他的事 結果原來你連一些底線都保不了 那你還可以怎樣做 所以所謂的醜惡 就不是那些個人有問題 甚至不是那些受害者有問題 其實全部都是受害者 你最後見過 包括你現在拼命 鼓吹要支持政府 強壓過關那些人 其實你都是受害者 你被人利用了 我知道很簡單說 如果這件事真的被他過倒 而有大量的內地醫生來香港 我不講剛才那些個案子 我只講一個 就是會有大量的連鄉息辱事件 任何一個專貴的議員 尤其是建制派的議員 尤其是建制派的議員 他連脫墨都會比你急性 這個盲腸炎 或者心臟病發 或者中風 因為在他們的眼中 領導就是領導 領導就是黨的導航人 你明白嗎 他在一個官本位的世界中長大 那你怎麼怪他呢 所以你的意識形態 不只是語言那麼簡單 你形成他的專業意識系統 幾十年 大陸的共產意識形態幾十年 你真的來到香港 一大塊這樣的東西 香港一個小塊的東西 你可不可以抗拒得到 這是很可怕的 所以為什麼大家平情 如果真的有心要去解決問題 雙方面都應該暫時不好 這麼多私遠閒頭 留意看看大家是想改什麼 到底現在要求 所謂拉布之下 要討論修訂 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更加好 其實看回那些東西 都是站在病人權益那邊 他們都是想解決問題 不論他指出了一個相同的要害 就是現在這個方案出來之後 不是大家當初理解那一套 中間有人加了一些東西 額外帶陣送 加完之後 將來怎樣玩 又是他們有很多空間 切與不切有很大的空間 簡單來說 少林足球 球證也是他的 球員也是他的 兩邊龍門也是他的 那你踢什麼 不要玩 所以這一下大家要小心一點 選戰臨近 決戰連場 大家都明白一回事 但大家不要擦槍走火 傷及無辜受害者 有一個William 不是William William Chan 就說直播停了 這樣 是不是有什麼事 沒事吧 大家覆覆看看 是不是看到 是的 OK 有一個Nancy Lee覆了 說沒事在看 因為系統不太穩定 稍後還要逐樣改 我們會的 剛剛開台而已 第二個節目 好努力 所以這件事已經值得說 剛才是辣起第二個話題 這個說完了 另一個話題 又是跟大陸有關 我們香港流行不流行 在電視直播你這個招工 你看看如果捉到你 他會不會放在Facebook 香港暫時就沒有 更加不會穿著橙色衣服來招工 橙色衣服是美國監獄制服 IS 斬頭 在伊斯蘭國行刑前都是穿橙色衣服 最近很流行 有人很眼睛看到 全世界穿著橙色衣服來公開招工的 一個是伊斯蘭國 另一個是中國人民共和國 其實這次他真的在大陸以為用強力部門加入 誰知就玩大了 他也想不到 有一個林先生 就這麼沙坡 用一種類似黃立軍的方式 跟他玩大 發覺收不到科 但他賣書 對 又不是黃立軍做這麼厲害的事 發覺有臨近選舉 無編無勢 對 有臨近選舉 結果唯有找一個司長和一個局長 保安局局長和律政司上 大家就談一個所謂 胡通機制 原本已經有的 原本已經有的 原善他 原善什麼呢 原善你抓得快些 即下次不用跨境 這是國內的用語 對 原善 而且不用留下 李波不用留下回哼症 下次直接就撻一聲 你就會變了過去 怎樣優化呢 他說已經得到階段性成果 即是類似左教授 除了階段性成果 即是這樣的口吻 真的很崩潰 其實 其實香港人 根本不會關心你的 溝通機制 那些所謂機制 你就算一國兩制 最莊嚴的大國策 他都可以任意武高農低 何況你是一個小小的機制 現在最害怕的是 你們到底還對香港 和大陸的一國兩制 有沒有底線 如果不是 你找幾多個司長上去說 做一出大龍鳳 大家都不會覺得安全了 只是仍然覺得 越來越害怕 會不會突然間 旁邊有 原來是什麼水面 派下來的公安 然後滴回大陸 然後就會找一個人出來 說我坐洗頭艇 所以你口口聲聲說 要保持香港法治 這個問題 這個法治 算不算數 我覺得很簡單 如果你告訴我 李波可以放下回鄉證 回到去的話 我就不帶回鄉證 總之有辦法 其實我覺得 大家都是香港市民 大家都持有回鄉證 只要一視同人 你說得清楚我就明白了 現在很多時候就是 特事特辦 特劫特送 還有李波不用特別回鄉證 自己的方法 我真的很笨 我真的不明白 我要別人解釋給我聽 到底我在香港 兒子不要拿媽媽的椅子 麻煩你 對不起 電話好正 你真的很乖 你繼續睡吧 年紀大 小時候很頑皮 你試試說到哪裡 你在香港賣書有什麼問題 香港是不是基本法 保障我們有言論自由 出版自由 為什麼不可以呢 為什麼你會認為那些書 是因為提及習近平 他就是破壞一國兩制 記住 是提及習近平 他不喜歡的東西 就等於破壞一國兩制 其實你現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 還是停留在這個 家天下的時代 其實這跟文治玉是沒有分別 沒有分別 所以上次大律師公會的研討會 會長就爆一句很有趣的說話 這是雙重標準 原因就是說 如果你根據一國兩制 中國的刑事法律 在香港是不適用的 那你說那個人 在香港犯了中國的刑事 是什麼概念 他們的概念就是 首先 你是中國人 麻煩了 你是中國人 觸犯中國的法律 我認為你是中國人 所以中國的法律 即是火星也可以 就可以抓得住你 如果這樣 他就說雙重標準 最恐怖就是 中國的刑事法律 香港不懂得用的 他的邏輯是這樣的 他無限上綱 為什麼呢 他的國安法 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的 東海也是他 南海也是他 而且他是以你血統論的話 這樣就很大單 中國什麼時候走到種族主義的 會不會是習近平上台之後 中國從來歷史上不是種族主義的 現在是 現在就變成是 對不起 我先提一提第二件事 回到剛才說的醫生註冊 條例修理 梁家劉子說 原來星期二晚 可能大家都知道 但我不知道 剛剛才看到 星期二晚 委託教育大學進行民調 顯示只有兩成的市民 是支持醫委會 會增加業外人士 所以 其實我們不是Odd Bond 我們反正是大多數 而病人組織盡最後努力 和多名泛民議員會面 爭取他們支持條例草案 但未能達至共識 泛民只是承諾 不會讓會議留會 他不會強姦你 他幫忙按住你 是 剛才說回林榮基 還有另一位 最新的 店長 警方答應保護他 不是24小時 不過會加強他的保護 例如遠程監視等等 最過癮的是 估計三個月之內都不會有事 嘩 三個月 你試一下 由今天開始計三個月 即十月初 剛剛過了九月立法會選舉 嘩 師傅很準 你這日子算 我不會鐵板神算 亦都不會指微倒數 但是你看到上面做事的方式多 他說是依法辦事 但他是政治行先 令人害怕 政治解釋法律 即是我不拘捕你 剛剛才寧波公安環境 你再不來 我用強力的方式搞定你 然後黎棟過的方式 強力方式香港不合用 要提醒他 他怕 然後香港警察馬上 不是警察 他叫慈慕 我們遠程一點 親切一點的慈慕 很溫馨 三個月之內保證你沒事 原來有保鮮期 法治有保鮮期 即是你說依法辦事 依法治局 但你原來是政治意識形態行先 政治要求行先 你那個已經客氣了 你的法是依人 不是依法 中國仍有憲法 裡面全部都寫了 出版自由 言論自由 宗教自由 你自己看看 維權律師去哪 全部都坐牢 依法處理 因為法是根據當權者的解釋 為什麼八三一會搞這麼大 人大 人大的決議 人大可以釋法 所以你現在明明就是 其實有什麼法都是漏的 都是假的 而且你看看這幾年 他經常不斷批評法院判決 批評香港的法官 然後又找一班 二打六還是四打 四打六的那些賊頭 警察抓人 法官放人 他不斷把矛頭指向這一批 即是當由英國圍樓下來 仍然是站得很硬正 在社會上和他們的專業措手上 仍然是相當令人有信心的法官 其實真的很擔心 當這班法官老去 退休 新的那一批能否承受政治壓力 港英如業 港英如業真的不能做多少年 人們會老 政權已經回收了 到現在已經差不多20年了 我有差遠一點說 我昨晚有一個內地的銀行家 就來了私房菜吃東西 他也是說 內地人很喜歡跟香港人說政治 不知為什麼 又很想問是不是中國人 大家也已經遇到這些 我昨天沒有問我是否中國人 不用問了 浪費氣 因為他已經知道我不是 直單已經透露了 我敗葡萄牙溝荷拉 我老媽是台灣 不要問我台灣是否中國一部份 因為說完 你問我台灣的首都在哪裏 當然是台北 難道是北京嗎 好了 說回來 他問我為什麼香港人這麼不滿意 我提到一件事 由於李克強一句說話 GDP是6.5% 那你香港的大白象就是這樣 就去的了 我說你港珠澳大橋 起來做什麼呢 現在是否回不到大陸呢 第二 你高鐵又起來做什麼呢 超知超到這樣 現在回廣州不用走路 你不用托米回廣州 你是可以搭火車回去的 你快了十分鐘 都來做什麼 你起機場三口做什麼 你又多十班機 最多都這樣 那我就說 但是最重要是 得不重要 如果你當我是孫子 還是樓子 即是我是阿孫 我要孝敬 你知道大陸文化是這樣 我都明白 但是問題是 你為什麼要剪醫療呢 又要去講醫療 剪了2.5億醫療 剪了2.5億醫療 2.5億是散子來的 對他們來說 剪了2.5億 但是最好笑的是什麼 這傢伙就說 真的是這樣嗎 什麼大陸的GDP 算是香港嗎 這樣 你適當的時候 你又會剪回一國兩制 但是轉頭 他又會跟你說要中港融合 真的龍門是由他們搬的 你發覺 這種更痛苦 跟他 跟一些有預設立場人溝通 預設立場人 只不過是 我能否說服到你的 是不是 但是這一集 原來不是 你要明白 那個人格形成過程 裡面有很多東西 是令到他們 揮灑自如 哪個龍門搬都可以 如何揮灑自如呢 就是你所有東西都可以是錯的 你唯一可以生存的方式 就是在任何情況下 都能夠自然飄移 而飄移的過程 你可以今天反對昨天的我 甚至上午反對下午的我 都無所謂的 但有一個原則 就是符合到自己的利益 符合當時的政策 我覺得是符合自己的利益 但當時的政策 就是當權者最大的利益 即是等於你愛國 這次罵美國 那次愛中國 馬上把自己和家人 身家的生命 全部移到美國 那裏受保護 全部 是無一例外 那些北大的三個 四個學生妹 罵美國的人權 怎樣怎樣怎樣 教他們美國 很風光 龍門真的可以任搬 現在就算你在美國也好 英國的華僑 有些什麼 經常握五星紅旗 說中國怎樣好 怎樣好 雖然在外國 但是還是心懷 真是早過 你嘗試叫他放棄 那裏的居留權 跟你死過都有份 要是你拿他的身家性命 所以他們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方式 或者生存的 一早已經領悟了真理 那你又何必要跟他們辯論呢 難怪自己 真的不需要辯論 我現在都放棄了 我也放棄 所以香港人 所以有時候 我們撇開這個包袱問題 有時候你又難怪本土派意識 那麼刺激 因為的而且就是 玩到某個地步 你就不可能再關心 你自己都不關心 你自己的想法怎麼關心你 所以香港現在新的一批 政治動員得到的精英 全部都是優先看香港自己的事 你有沒有本事 在盧桑對面做到任何事 你自己想想 但是如果你跟香港自己本身 優先處理的 都處理不了 那你還說什麼 因為未來呢 建制派現在 競選口號 都多了很多本土口號 百口號 那問題就是 你看到年齡階層 一劃分就知道什麼事 你越年輕的人 越離心越本土 很過癮的 所以我寫的那本書 就不是說什麼先知 其實一早已經看了這個trend 那我去年寫一本書出來 都被人吵獲金 那你的時候很明顯 我們分析有沒有錯 其實是自保來的 就是因為我們的identity 我們的核心價值 我們所擁護的東西 我們的自由 不是民主 OK 每次都有一個 有個銀行員 我介紹過你認識的 那個銀行員 永遠是台灣人 永遠都跟我爭 因為看利益 中國這麼大的市場 又如是者等等 然後又說 如果我當初不是這麼敢言 我是不會失去我的餐廳 他認為是一個政治打壓 我並不認為 我只不過覺得 我業主是賤人 當然業主是賤人 都要制度許可做賤人 如果有租務管制 他就做不到賤人 但因為沒有 政策傾斜 都不要緊 我們不要說到那麼遠 那個point 就是說 我跟他說 他昨天有voice out 我就說 其實在美國 你不論是共和黨 還是民主黨 你一樣可以重傷 你不會因為你的政治傾向而被打壓 法國 英國 如是 等世界諸國家都可以 然後他當然就會搬什麼出來 我們經常都聽到 很悶 就是說如果被中國民主的話 會死 他只會成為下一個印度 或者菲律賓 印度和菲律賓救民主 那我說 我同意 我同意中國現在這一刻不要民主 因為第一個point 很簡單 You cannot give them something they don't want OK 他根本不要 我最近去上海 我好像一個月前 去上海 我就realize 其實他們根本不想要民主 they don't care 他們只是想賺錢 跟著想做土豪 想發達 跟著想離開那個國家 如果你剝削自己人民 和污染自己土地 有今生無來世 有大食大 拿到盡 而這樣去發財的話 他是因為他根本對這個土地 沒有任何的厭愛 他不在乎 因為他根本是想走 如果當時西德 他是可以這樣做的 東德便宜這麼多 他為什麼不搞東德 但是他搞在中國 或者日本 他會在中國設廠 因為他不會搞自己 除了經濟考量以外 就是這個原因 你想想現在大陸 地下水是七成半還是八成 七成污染 而且過度秋水令到北京的城 不斷沉江 很多城市都是這樣的 所以你說我們是否有辦法 可以大中華交 我覺得大中華交這個理論 或者這個派別 的人只會越來越少 你會流失得越來越多 因為同文同種又怎樣 你血統即使是相同 即使都是什麼龍的傳人 大家閻王子孫也好 我不分享你的價值 我和你 我沒有辦法認為 習近平就是我的親生爸爸 我不會在家裡 和毛澤東上鄉 這個就是最不同的地方 這個是意識形態 和整個價值觀 那個最不同的地方 但是呢 我又有一個 認識一個德國人 他都聽到 來了香港很多年 都聽到最近很多爭議 他問過我一個問題 為什麼中國永遠 不懂得檢討自己 有沒有錯呢 我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他 因為很難令到一個 在德國成長的成年人 他明白為什麼中國 他作為一個德國成長的成年人 他居然不知道 他對自己國家的歷史都很陌生 我又不知道他的教育背景是怎樣 但是他就真的很難 他就真的很難 他就是假裝天真 可能他人比較純 德國的歷史都說得很清楚 為什麼他們要檢討這麼多事情 即是自從這個納粹的災難之後 他們自己明白什麼一回事 德國人的文化會檢討 但是他不明白為什麼中國不檢討 他是不明白為什麼中國不檢討 因為他們是習慣檢討 納粹上台就是因為當初一戰 他們沒有檢討 他怎麼會不知道自己的歷史 我想他只是假裝天真玩 但是中國上下五千年 出了這麼多次又不檢討 那個上台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當時有一種民粹的迷信 他們認為這個才是救世主 救世主崇拜 因此你不可能質疑救世主 救世主是靠選票的嗎 救世主是靠民選的 但希特拉是民選的 這個很大誤會 他所謂的民選 是這個魏馬國會的設計 令到他可以得寸進尺 其實你看歷史數據 我又寫過 大家又不記得 對不起 當時納粹德國上台的時候 他是少數黨派 但是因為他在那個魏馬議會裡面 當時為了強求民主 這個真的很傻乖 分組點票都不止 他很多議案 諸如此類 不是簡單過的 不是51% 是要三分二的 很歸死民主的 那麼納粹德國那些人 很靜奴啊聽下去 只是納粹議會裡面很少的比例 他有否決權 什麼都過不了 不是拉布這麼簡單 明白 於是乎各大政黨 繼續四分五裂商量不到任何事情 其實在那個經濟好轉之後 由20年代尾到30年代初 經濟大蕭條完結之後 歷屆的地方選舉 都看著納粹黨的票 是下跌的 就是說你只要繼續把持得定 你不要為了國家發展效率 諸如此類 你遷就他的話 根本再多兩次選舉 納粹黨就可以不見了 問題是因為他有否決權 你覺得各種事情都不順心 好像現在這樣 所有議案都過不了 政府沒有效率 好壞不壞 就委任納粹黨 做執政 就是這樣來的 然後就乘機清算 然後整個國會大火 清算你其他 派隨意幾 簡單來說 自由黨派 共產黨派 一次都清算你 所以根本不是說 納粹黨是靠選票上台 而是當時 是靠否決上台 於是乎大家認為 只有納粹那種強硬的行政主導方式 才是救世主的風範 是這樣上台 所以現在德國 就是不會再相信有這樣的教世主 他們自己已經有一個徹底的檢討 但我們中國不是 不是我們中國 我們鄰近的強國不是 他們在口水說過 是 這個救世主的迷信 剛才李宵公說的新一代 你寫這些新一代的書 他們不信 新一代不信 他們不信 但是根據鄰近地區的邏輯 他們說 之所以這班年輕人的人心未回歸 是因為受到港英教育影響 但是我就想 喂 19年了 香港被你拿了19年 那時候這班人 1997年後都未出生 卵子都未形成 對不起 我要correct你 卵子是一出生就已經在了 是精子未形成 精子被爸爸打了 對不起 即是他爸爸 即是不射了 輸在射精前 所以就搞到那班人人心不回歸 可不可以這樣說 不知去了哪裏 出公海 他們未出生 或者只不過是 還不懂得說的那一堆 那你講英的教育 怎麼教他們 就算教都是你們 特區政府這十幾年去教 為什麼會越教 他們就越離心 關鍵是在他們自己 持有權的人手上 他們即使知道 我覺得他們是知道 他們不是蠢 他們蠢的 因為他們不會把自己的子女 身家性的 全部送去美國 尤其是美國 他們經常罵那個 關鍵是他們 不願意去承認 內心承認 用腳去承認 嘴巴一定不可以承認 所以根本說出來 有什麼好 一句講完最簡單的事情 因為他們的執政基礎 不是民主 也不是選票 是基於一種迷信 迷信怕什麼 迷信怕真話 簡單的 其實只是一字那麼淺 所以他們不能不害怕 不能不濟 所以有句說話 中國什麼都是假的 只有騙子才是真的 後來就最進化了 連騙子都是假的 後來報道出一個有個案 就是騙子原來是假的 假騙子 有那些乞丐 假扮的不是丟 這個都沒夠過癮 有一個做假雞蛋 就開班說 我教你們做假雞蛋 可以賺錢 給了學費之後 走老 就像健身一樣走了老 原來教人做假雞蛋那個 也是假的 他根本沒有教你 他不是真的教你做假雞蛋 他真的是騙子 他真的是騙子 但是他教你做假雞蛋 那句說話 就是假的 應該說他騙到想做騙子的人 就是騙子 騙上騙 騙中有騙 騙子都是假的 一個國家叫做 那次宰公 有一次去了外國 我跟呂王說 禮賓樂說 你中國傳統最重誠信 現在你就將這些全部徹底玩完 人意禮直永江 最大件事還有一件事 他不是把中國好的禮義廉恥剪除 最大件事是把中國最差的那件事 例如文化 貪污文化 奴才文化 專制獨裁 這些事全部發揚光大 才能取命 好的就沒有了 坏的就越來越科豐大 因為人性永遠有兩邊 你把好的那邊剷除 你剩下什麼家科 你就知道了 所以就是說 你的制度 有很多時候 就令人格形成過程 作出的選擇 其實呢 另外一個原因 我覺得我們是不需要 跟內地人 強國人 去辯論 去討論的原因 就是 我記得有一次 我跟譚博做節目 譚志強 就是我們其中一個主持 是說得 我覺得很貼切的 形容詞 蟲草 蟲草 其實它本身是蟲 但是呢 它就被真菌 壓壓壓壓壓壓 然後它就 變成了一條植物 僵硬了 然後就死了 你可以說它是植物 你可以說它是動物 兩個形態結合為一 其實現在 我沒有說錯 應該沒有 大陸就是這樣 那些人 其實它自己是知道的 如果突然間 我很有同理心的這樣算 其實它很慘的 因為它知道 各國家沒有民主 獨裁 貪污 成本打人 其實它全部都知道 但是它沒有能力走 它唯有 在一個不停狂路 而它又逃離不過的情況之下 如果它不能戰鬥 就加入它 它便變成這樣 但是一旦它有機會 它第一時間 就拿了六卡 其實這件事 是最好 最有力的證明 就是根本你的那套 是很不停的 你聽一下我們的高官 或者一些社會精英 他們怎樣說 我去北京 我上上海 我回英國 我回美國 回啊 去西方國家 他們用回 去他們所說的偉大祖國 我去 我去 我上去 不是回北京 是回英國 是呀 完全 完全可以 完全表露他們內心 到底哪一處 才是他們安身立命的地方 你叫我們新一代 怎樣去信你們這班人 跟你們所說的 所謂那些人去外國呢 都不要緊 都算 我覺得看資金流向是最穩陣的了 因為錢是不會說謊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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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 David Lin 就問蕭公子 你怎樣看於品海馬又是 大家明白什麼事 不知的 說吧 瑜伸一向都是 動手的 那是什麼 那就是一統江湖 哦 有事的新聞相對來說 獨立性是強的 是呀 上有少數的獨立 是呀 正常的 正常正常的 很簡單 很容易想得到 政治決定 但是又先指聲明 我們這裡沒有東西值得買 不好意思 沒有東西可以買 如果真的有人願意來買 現在這個新台 我建議用高價買出去 另外自己再搭一個 你再來買 有什麼所謂 但是 沒有東西可以買 買隻貓 你擺一塊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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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擺什麼鬼 所以就是 很頭痛 貓不能賣的 這個所謂有型有結構的媒體 其實已經是日落西山 難得有一個 即是叫做 相對獨立有線 你都所以要買他 那你都只不過是 令到傳統媒體 更加早日落 那樣的意思 即是他傻的 現在傳統媒體 對新一代的影響 你已經要來越少了 近乎沒有 你看一下現在的資訊 那個流通發達程度 你如何制止他 根本連報紙自己都在 慘淡經營 你用不著對付他 因為他正在死 但是 所有的網上媒體 自由媒體 百花齊放 買不起 制止不了 那麼多個論證團體 那麼多個青年團體 各自都有一個麥克風 所以為什麼我經常 第一天女王都記得 為什麼網台好玩 因為只要說什麼都可以 你不要報復 我們又不用受廣告條例的限制 還有我一定要講一個點 因為行慎事卯事就有了 你知道嗎 即是跟我說 女王你不要講粗口 講粗口很難聽 女王你女子之家不要這樣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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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東西更難聽過粗口 是 即是這個 你給我 你給我 我很快回應這件事 就是如果你要乾淨的 你要沒有粗口的 你要可以登大瓦之堂 要很高貴的 OK 主流傳媒 主流傳媒 你不會聽到一些 這麼偏激的言論 你不會聽到一些 粗口 或者一些 這麼荒誕離奇的東西 雖然新聞已經很荒誕離奇 但是 這裡 我為什麼會講粗口 但我又不是每個節目都講的 某些時候我會講 因為這個是真的情緒所致 OK 首先 簡單說 我是反建制 我是很反叛 我很反叛 我很反叛 我很反建制 而講粗口 其實就是一個反建制的行為 因為社會有一個 那些什麼 Stereotype 視乎你的屁股坐在哪邊 在某些行業和環境裡面 每句說話之前都要加粗口才能說得通 你不能夠不尊重別人的文化 你自己真的 有句說話是很正常的 我反而不會特別 因為敏感地聽他們說不說粗口 我知道你不會 而且你剛才說 你的言論偏激 這件事我不太同意 大家是指出社會上一些問題 而提出跟建制或者傳統觀念有不同的看法 那怎樣算是偏激 例如 我說樓價過高是不對 那很多人罵我偏激 那樓價以香港人現在的收入 年輕人的收入 樓價升到全世界第一 破壞了整個社會 到底是樓價偏激 這種變態經濟制度偏激 我跟你講編輯的朋友握樓的 有幾層樓在手 你這樣浪費氣 現在我真的不說了 說回粗口那件事 為何我的男性拍檔不說 我會說 因為這個是真實 如果我私底下 我跟朋友討論這個正確話題 我一定會有粗口 我會比現在更多粗口 更多 因為我情緒所致 我是真的生氣 我是真的生氣 我覺得如果網台都保留不到 這種真實是沒有存在的價值 網台就是一人一支咪 沒有人說自己心裏那句 哪怕我講出來是錯 哪怕我講出來很愚蠢 當然我真心不及他們兩個多 但是真的說自己心裏相信那一套 現在香港太多白馬飛馬 太多次是而非 如果連做網台都不能說自己想說的話 香港真是死 另一個極端情況 我們沒有包袱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有些真實的東西 你不適宜用某些既定的立場去挖著它 我們也是說既定立場 所以說不說粗口反而是少 你說不說真心說話 這會比較緊張 我覺得最重要是尊重事實 還有有理有據的分析 是用什麼表達方式 這個不是最重要的 表達粗口者的表達方式 反而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你的理據 你是不是真的尊重事實 這個才最重要 不要說白馬那隻 現在不是紫綠淮馬 我們看社會那些 他們是說隻馬是豬 你不承認隻馬是豬 你也是豬 這些你怎麼跟他們講道理 不可以這樣 現在真的越來越多是這些 當年你都記得歐洲最出名的 黑暗時代有一本名著 《獵巫手冊》 《獵巫手冊》裏面 第一句說話 就是你如何識別別人 跟巫婆是私通的 有掃把 家裡養黑貓 不是啊 第一句就是 他只要不承認世界上有巫婆 他就是同路人 無法說 已經死了 所以你看到現在的情況 《獵巫文化》 《獵巫文化》 原來在香港 都依然是大行其道 現在香港的《獵巫》 就是你愛不愛國 你是否中國人 反過來也有 有些說你是否本土 有些說你是否自由民主 總之給你一個標籤 很累 就是巫婆的標籤有很多 就是獵巫文化問題 《獵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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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到我剛才一而再再而三 我一直這樣說 決戰中環 有兩位在這裡 包括我自己在內也是 我們沒有預設立場 你說建制一定錯嗎 如果建制有水平的話 他錯不完 問題是現在的建制實在太廢 但泛民也不見得很多去哪裡 所以我們說一件事 我們是以那件事去論那件事 我們有我們的看法 有時代的看法 也有當時的 context的看法 人們好像昨晚跟我爭吵那個Banker 就是說 那時候英治時代 一樣是沒有民主 你是不是又是悲哀的聲音 那時候是沒有民主 但是有自由 英國人居然跟你做無謂而治 你吹句不像 他有你慢慢賺錢 賺到夠 你喜歡移民移民 他不阻礙你 但現在就是 什麼都要先立場 是很厭惡的 還有他忽略了一件事 英國的體制 這個宗主國的體制 和現在那個宗主國的體制 是兩件事 當英國的體制影響下來香港 和現在在北面的體制 影響下來香港是兩件事 全世界只有兩個國家完全封閉 被Facebook 其中一個就是鄰近強國 以及鄰近強國鄰近的北韓 我聽說北韓都可以 如果是這樣 官方又不行 又說到自由那一件事 有些觀眾都關心了 雖然我們說的姊妹 日落西山 還有人擔心 如果沒有了姊妹 沒有了記者 沒有了這個培訓的 平台和土壤 我們這個所謂的自由言論 網台還有沒有生存空間 那我就提醒大家 早一點想這件事 因為那個姊妹受到衝擊肯定 會不會死掉 我不敢說 但是麻煩那些做記者 想清楚將來的路上怎麼走 你是不是繼續想收一個可被 甚至一個賤士的人工 去幫人家打工 然後說不到真心說話 依然認為那個正常的媒體環境 還是你開始想想 到底作為一個傳媒人 或是失明工作者 你會不會獨立的生存空間 你為什麼不想這件事 為什麼你還要擁抱一個 行不通的模式 其實這個我想值得反思的地方 還有大把 所以為什麼你說 每個專業團體在香港 其實很可貴的一件事 你不是民主不民主那麼簡單 你看社會的健康 要看它那個社會構成組織 那個所謂的subsystem 指系統的健康程度 如果你教育作為一個專業 醫療作為一個專業 傳媒作為一個專業 你各自專業都不能自保 你說什麼社會進步 你各自都抱著那個舊的營運模式 你改不了的 你明知外面的環境不同了 但現在大件事 就不只是營運艱難 還要有一男子委任 又是我們講的last word the final say 所以就要想一個新的營運模式 你不要那麼多包袱 限死自己 正如雷王你這個台 你買不起的 你怎麼買 沒有東西可以買 貓都不買 所以就是說 為什麼大家不想想 生存空間應該是什麼 甚至專業團體有很多 有排無排 你自己想想 一個健康的社會 不只是在上層架構 你所謂頂層民主與不民主 一個可持續的社會 是要看你構成的組件 包括了裡面很重要的專業團體本身 是否能夠真是獨立可以營運下去 如果你自己各自都營運不下去 的話 你不要說社會有前途 所以那位仁兄說 你港英什麼什麼 你看看港英 培養香港的專業團體 醫療、法律、學術等等 全部都是世界頂級的 你看看現在 我們 不是我們的北方 是不是 鄰近地區 鄰近地區 它的專業水平 專業團體 有哪一樣東西 達到國際級呢 是不是 各樣政治行先 是不能玩的 你拜神也要 上帝行馬天 還有一件 NGO 香港NGO相對來說 是自由開放很多 以及已經存在很多年 它是在政府力量以外 穩定社會的另一個力量 你看一下鄰近強國 它只要有一個NGO 稍微有一點點力量 它就一定要 因為它怕 造成一個社會的力量組織 是的 是的 但是我想剛才 蕭公子你說的那個 專業團隊 這件事 最明顯的人 不過就是六八九 所以一個一個這樣做 大學 現在醫療團隊 法律 其實這個自保是很難的 因為他們的生存空間已經越來越窄 另外最後一個項目 在醫療我們不應該讓他們過 的原因就是 這一群醫生熬了這麼多年 他現在到最後 他差不多不得善終 因為就是被那群鄰近地區的醫生 進來沖淡 把整個水平拉低 所以大家要盡力 我覺得 我們接下來的下一集就是 星期五 最延堂 也是11點 forum 請大家幫我們分享我們的節目 好嗎? 謝謝 下星期見 拜拜